好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情緒 突然盪到這裡了 我已經連續工作了五天了 我現在沒有力量 我要哈 我想哈一下那個 你要哈什麼 哈 哈旅遊 我要去旅行 我要哈旅遊 非常急需放假的一個人 真的 妳知道嗎 我也有一個上班旅遊錄是什麼 上班旅遊 上班一定要認真 週末放假玩到很 橫批哈旅遊 我要去旅行 我要去充電 太好了 那你今天說 你幫我們規劃的這個行程 放假要去哪裡充電 充到飽 你知道我們這個全新的節目 就是要幫大家規劃 兩天一夜的輕旅行 手借我一下 借 手 這樣嗎 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出現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出現的行程 有 這兩天一夜 第一晚我們先去哪裡 我們先去屋來坐台車 然後再去看屋來瀑布本人 然後再去瀑布咖啡廳當網美 然後再去逛屋來老街有沒有 然後最後入住在文創高級酒店 泡溫泉 這行程很棒 非常適合我 真的很適合妳 然後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去觀光農場 當小小茶農 接觸大支人是不是很差 可以採茶 可以採茶 這很棒對不對 很棒 那妳有沒有覺得很哈 很哈 妳沒有很哈的旅遊 超哈 妳可以學我這樣 哈 哈旅遊 可以嗎 哈 哈旅遊 走吧 出發 出發了 台車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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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黑了 這個就是時光隧道嗎 出發了 你看這個瀑布的瀑布是不是很壯觀 好近 這條街只有妳在手工作 對 現在手工很少的 它的香腸跟大家不一樣 大家都是躺著 它是站立的香腸 妳腳為什麼還抖 因為它真的下面 好高 好可怕 我覺得這很可怕 是 先不要動 白鴿 我會掉下去 這要平衡 妳今天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網 可以看戶外的這個面積很大 你看南四溪整個這樣看過 你看 山地環繞 妳好 漂亮 妳剛剛這樣做這個動作 就讓我小朋友 可以來這邊採茶 我可以 我們有體驗的裝備 我們帶兩位去卓卓 剛剛不是說要搭台車嗎 妳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圖騰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充滿 到處中很驚喜的地方 怎麼說 其實這樣轉彎上來 會不會有人想說 怎麼會有人站在這兒 對 然後跟它打個招呼 跟它打個招呼 台車就在上面 妳看上面有寫的 烏來台車 好 所以認清楚這一個裝置遺書之後 往上走 所以每次你只要來 從烏來老街 來 走過來 就可以直接走上去 妳看我們沒有師弟大哥 帶我們上去了 要自己走 好 好難 這階梯看起來是滿長的 OK 可以嗎 可以 慢慢散步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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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火車站一樣 未來台車 樂壇很可愛 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超可愛 妳有沒有看到那些車車 有 妳有看過 天竹鼠車車 真的 它就是烏來鼠車車 烏來鼠車車 它每個七材繽紛的 有三種車車 你可以選 你喜歡泰雅族 小朋友的車車 山豬的小朋友 或者是 妙蛙小朋友都可以 看看我們選到哪一個 好不好 好 來 進去看一下 這邊 走 乘車處 看到了 出發 出發了 台車 它剛剛還有名氣力 就真的很像坐火車的感覺 真的 而且你知道 這個台車 它是1920年代 日治時期的時候 因為 這裡很多豐富的快墓林 所以它原本這個台車 是用來運木材跟伐木機具 這以前是來載木材的 對… 但1951年的時候 就開始公路 通道屋來 很多國內外的觀光客 都來這邊 所以開始這邊就載客人了 你看到現在是雙軌 對 之前是只有一個軌道 現在變來回 又進多了 因為不用坐在那邊 再等很久 嗨… 好近 看到山喔 這山的房間 真的耶 哇塞 然後就從吹來的感覺 真的 真的 為什麼 你怎麼會看到 它是這樣子轉彎 就像進來的山洞裡面 這個就是時光隧道嗎 對 對 其實有讓我們一點點像平地版的 小平地版的小平地照飛車 對 天啊 好過癮喔 停了 這邊就可以下來 可以看烏來瀑布了 來 我們下車吧 所以它其實會從一端 讓你載到另外一端 這一段是什麼 就是烏來瀑布 大家這個台車 大家幾乎是都為了這個瀑布 就是為了這個瀑布 是不是 因為這台車很可愛 妳看 這個觀光業多厲害 就是要看它 那我們是可以走近一點 到近距離看它嗎 我們去看瀑布本人走 妳在哪裡 我們今天在 烏來 很棒 烏來 妳知道烏來 來烏來就一定要看 後面這個大朋友 小心 小心 水之力 差點就要跟它融為一體 對 妳看這個瀑布 是不是很壯觀 好近 可惜今天有點下雨 但是 我有雨備方案 你有雨備 對 我有雨備方案 來烏來 不管有沒有下雨 都有辦法好好跟這個瀑布做朋友 可以感受一下烏來浪漫 而且還可以變網美 很棒對不對 對 在那邊 走 這邊 小心 這裡還有一個水池 小心 北台灣高低落差最大的瀑布 就是現在看到的烏來瀑布 因為輕蝕形成懸崩式瀑布 而且海拔有高約150公尺 那查理準備的 雨備賞瀑布方案是什麼呢 LOVE 妳看 這裡很厲害 它整個幫你把所有拍照道具 可能會用到的 都準備起來 還沒結束 來 來 Let's go 還有這邊 這個也是 這也是 很酷 我知道了 透過這樣子看 就知道你坐在這個位置 它整個是絕佳的 超棒 真的 拍照景點 拍照的位置 超棒 而且你看 網美燈 妳也可以自己帶 這是妳準備的還是自己準備的 這邊有的 還有延長鍵 所以現在可以拖這麼久 這完全是為了網美而準備的 真的 一家咖啡廳 妳很難想像 這是親子咖啡廳 這根本就是 媽媽的跟小朋友的夢想 媽媽可以當網美 小朋友可以當孩子 往這道樓下 對 然後媽媽就說 去完吧 其實在這裡可以拍幾照 你看 真的很好拍 然後下面就是有球池還有圖書 小朋友可以就是在下面放風 都沒有關係 而且妳看 下雨天不怕 還可以看到瀑布本人 但是我很好奇 我可以選擇 我就是要坐這裡吃嗎 不行 這個太多人要排隊 如果妳在那邊吃 大家會給妳拆這樣 客人不好意思 其實天氣好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沙發 也是可以看到瀑布本人這樣拍 也是很好看的 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下雨天我們也有這個 預備方案 但是那一看也不錯 因為我剛剛這樣子看 它其實很近距離 你連那個瀑布的水氣 感覺都可以看到很仔細 當然 但是北台灣高地落差 最大的瀑布 80公尺 它這是日本有一個名字 雲來之龍 雲來之龍 是不是有一種雲霧 有時候就很像雲 高市的水就這樣掉下來 像一條龍這樣破雲而出 很厲害 很美 對不對 你看也拍完了 餵一下肚子 好 餵肚子的時間到了 這邊也是可以吃東西了 好 我再拍一張 再走好不好 來 這要近一點嗎 你道具真的很多 這邊要近一點 近一點 這樣好了 直接這樣是不是 這樣好 攝影大哥 妳有拍到嗎 這樣不錯 還幫我打光了 這什麼 這樣不錯 也嘿 好 吃東西走 這樣 你看看 是不是真的是網美 拍照打卡的地方 對 我發現這邊很貼心 它不只是幫你準備好 這些拍照道具之外 他們連飲品都很適合拿來拍 妳看這個顏色色彩非常繽紛 它這個漸層做很漂亮 櫻花泡泡 就是這杯飲品的名字 櫻花泡泡 妳知道為什麼要選名叫櫻花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當時在烏來溫泉 這邊有開設 他們為了紀念它 用日本的古話櫻花 然後裡面這個是 底下 青蘋果醬 然後還有玫瑰果露 這是草莓優格 歐雷 草莓優格 歐雷 你看草莓 都是粉色系的 對 很少女 對 然後我幫妳點了這個 這個是什麼 綜合馬鈴薯拌 有三種不同口味 它是不是有點像西班牙 塔塔斯 有不同的醬料 它這個是蛋沙拉 蛋沙拉 這個是墨西哥鹹 這個是洋蔥鮪魚 三種都可以吃到 有沒有推進從哪一個開箱手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非常好吃 來 我相信妳的直覺 我已經準備好了 妳的直覺 好不好 自從先吃 墨西哥 不錯 好香 小心 流東西出來了 這個抽得太汁了吧 它的汁 熱熱吃很好吃 沒有 它裡面有點像是 沙沙醬 因為有點帶墨西哥辣椒 有微辣的感覺 有辣辣的感覺 好吃 好吃 可以看見屋來瀑布本人 又能拍照當完美 放瘋孩子 享受美食 下雨又不怕 這間咖啡廳真的是優點多多 大推 這時候感覺來公公老街很適合 那我跟你講 來老街有三家店 我特別口袋名單 一定要吃不采的 你來過覺得好吃的 超好吃 先來一點甜的東西 好 這樣嘴巴舒服一下好不好 好 甜的是什麼 就是小米麻糬 小米麻糬 妳好 甜姐 妳好 妳知道是什麼嗎 小米 我知道 我認得 我們是用這個做成外皮 對 這口感跟我一般吃的不太一樣 好期待 很細緻 而且 你可以選自己喜歡吃的 還可以客製化 你可以客製 可以 可以 我如果想要芝麻內餡 外面想要撒椰子粉可以嗎 可以 真的 很難得 所以一定要推薦這一家 然後再來 再選 那我想要吃吃看紅豆的內餡 紅豆配什麼 配一個芝麻粉來看看 可以 好 怕什麼 聰明油 聰明油 不錯 除了店家推薦的口味外 無敵親切的客製化 你可以選四種內外餡料 自由混搭 創造出你偏好口味的麻糬 那我們就來看看 查理 舒嬅 創意小米麻糬吧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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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盒是我們完全客製化的 裡面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感覺很像驚喜香 對 好 一人一支叉子 來 這邊 好 你先選 這個 綠豆粉的外皮 不知道裡面會是什麼 真的很像驚喜 如果你客製化的話 是我最喜歡的 裡面不到東西了 裡面完全沒有加的 我每次都吃這個 我很 妳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小米本身就有一點甜甜香味 然後這綠豆香 又加上去 塌平上去 所以我就可以真的很品嘗這個米香 所以這樣味道感覺是 完全在吃它小米的香氣 是 我想要吃吃看椰子的 因為剛才有說 我想要椰子的外皮 妳是吃到什麼 紅豆的 紅豆的 裡面包紅豆的 好 妳感受一下它的外皮 這跟你在花園吃到 好Q 很Q 而且很細對不對 好像你的脂粉很香 真的 加上它裡面的內餡 不會太甜 你這樣加起來 很棒 有改良過 看起來厲害 好吃 難怪 生意這麼好 很香 對不對 對 生意很好 吃完查理 烏來老街口蛋名單的 三巨頭之一後 逛老街消化一下 繼續來吃二巨頭吧 妳有發現為什麼我們要走後門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老闆太忙了 我剛才就發現了 我剛剛遠遠都看到 這一攤集粉超多人 這個也是烏來 一定要吃的 而且它的香腸跟大家不一樣 大家都是躺著 它是蘸立的香腸 老闆好 為什麼你的香腸會蘸立 蘸立的第一個也是讓它滴油 二次讓它滴油 第二個是 我們剛剛在前面烤的時候 不會讓它翻身 然後再去烤那個盤 對 很少人這樣烤 對 通常大家都是橫著這樣烤 可是頭跟尾的地方 可能會是生的 很難烤的 要讓它均勻 而且你知道像我們自己 烤肉的時候 香腸其實是一個滿地備的 但是要烤好吃很難 很難 真的很難 來 我們走正門吧 好 還是走正門吧 好 好 好香 好香 我跟妳講 這個醬很厲害 特製醬的 好 來 自己一定要刷一下 好 我先吃吃原味 好 那我刷 它這個香腸很厲害 它這個香腸 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有用刀子去化 所以妳吃之外 妳有看到它的油脂 我受不了 我先吃一口 好 燙成 小心燙成 現烤的 好 好 你看這個熱氣 還在冒煙 它除了一個醬料 而且它塗這個醬料 有很辣辣的 有很辣辣的 裡面有很汁又甜 裡面有汁又甜 辣粽帶的什麼 辣粽帶的甜 好好吃 好好吃 我其實這三次都要吃了 你三次都要吃是不是 當然因為我真的要吃了 這句我聽不懂 對 今天我們要分享了 所以 跟妳搬一隻 所以我通常是不分的 但是它比一般香腸來講 它不會太鹹 不會太肥 太油 太乾 而且妳有發現 因為它是上下這樣烤 這樣串著烤 它受熱很均勻 對 所以它其實比一般 我在外面吃那種糖的烤香腸 它更酥脆又更嫩 而且它外皮有點焦 就是有點硬硬的 烤到微脆 微硬的這種程度 拿捏很好 還有一個重點是不是 重點 好 還是要吃光嗎 很少香腸要加這些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很好吃對不對 對不對 它其實它香腸本身 就是不會太鹹 根本不一樣 就味道層次就跳上來 對不對 一定要這樣吃 三次的味道都可以吃原味 然後調味 然後辣椒 我心目中的烏雷老街三巨頭 的第三巨頭就是這個 是什麼 是豬血糕 一般你吃豬血糕 都是蘸的對不對 對 它的豬血糕非常傲慢 傲嬌 它是躺著 它是睡美人豬血糕 剛才香腸平常人家是躺著 然後它平常是站著 然後現在米血糕 它是 原本大家都是站著 對 它是躺著 對 躺著賣的 馬超哥 你好 妳好 老闆好 我超喜歡你這家豬血糕 你的豬血糕跟大家完全不一樣 你是躺著賣的 是躺著沒錯 我們的豬血糕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的特色就是 我們的豬血糕本體很Q軟 然後再來我們的配料 除了香菜之外 還有加蒜片 蒜片 這個真的外面很少見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吃米血糕 應該外面就是果花生粉 然後撒香菜滿 對 但是還有蒜片 真的 很特別 好 拿它 原來是這樣躺著 對 躺著 對 最美人豬血糕 我懂 我懂你說躺著的意思 好貼心 所以馬超哥 通常我們都會幫客人都這樣切好 是的 很好入口的大小 我發現 只要是很細心的店家 都是會花很多工夫 在這個小細節上面 對不對 就是自己獨創的 剛剛加的醬汁 也是自己特製的對不對 是的 裡面也是有米漿在裡面 有 我愛香菜 我喜歡香菜 好 我也吃了一些兩票 而且很少有豬血糕 有大蒜 真的很特別 我剛才在旁邊等的時候 我就聽到很多 來來玩玩的路人或是客人 他們就說 平常這個超難排到隊伍 對 而且不是你來 都一定會排到 他送運氣的 妳的 謝謝 這是有辣的 妳看 這個 鋪得這樣子 鋪得滿滿的 這個東西 好破壞 妳能想像 這是我們台灣的點心 你寫膏嗎 那妳說要拿筷子嗎 我幫妳拿 不用 我準備好了 我已經拆好了 妳 我已經準備好在這裡了 太迫不及待 不是 我很期待要吃 因為我很愛米血糕 妳再吃就吃 我再給妳原味 沒問題 等妳一起 謝謝 為妳錯誌的 謝謝 謝謝兩位主持 我們快來吃 我覺得真的太香了 好香 還沒加花生粉 最近超香的 妳加花生粉變成什麼樣子 妳怕我愛這個 很愛 我願意為了這米血糕 搬來在樓上做的 不要給它住 不要給它住 那個不會倒 會被它吃垮 我又沒有吃垮 這麼好吃 妳看這個美麗的南式溪 對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而且剛才那個烏來樓 借裡面的東西 真的滿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這個筆記有記下來嗎 有 我都收到口袋一瓶蛋裡面了 妳脖子怎麼了 妳為什麼一直往下看 沒有 我剛剛吃太多而已 妳怎麼了 妳為什麼一直往下看 那妳怎麼了 我也吃太多 妳吃太多是嗎 不然妳往下看 不是 不行 我吃太多了 我沒辦法往下看 妳說往下看一下 妳沒關係 妳看 沒辦法 我為什麼又往下看 妳看妳腳為什麼在軟 我沒有軟 妳怎麼知道我在軟 妳腳為什麼在抖 因為它真的下面 好高 很可怕 對 這個幾分玻璃是不是 因為 我們兩歲都有點微居高 我是非常 非常居高是不是 所以 妳看我一直站在那個礁界處 我現在都一直 就是不敢站在那個透明的地方 不要再 我現在吸水也很燙機 但是它是很透明的 好 重點來了 重點 今天就在這邊 好好注意玩 我們從一大早玩到晚上了 真的 天快黑了 很好玩 明天有很厲害的行程 明天的行程 然後我們要先去住一晚 對 先去住一晚好不好 好 對不對 那你頂個頭 好 好 可以 為什麼不頂個頭 那妳呢 妳喜歡嗎 我也喜歡 妳怎麼點這麼快 我喜歡 妳喜歡 好 OK 妳看下面 妳全掉了 沒有 妳全掉了 起來掉了 好可怕 好高 走 我會繼續休息 走 休息 休息 好 世間都沒吃 台灣烏龍茶 這邊要倒下來了 白哥 我會掉下去 這要平衡 那妳知道 這邊是什麼的拍攝現場嗎 這裡是哪裡 Time for Taiwan 牧川拓哉 跟我們的大導演 就在這裡 就是這邊拍的 他就在這上面 太酷了 我們竟然親身體驗 尤其跟旁邊這個 西 南四溪 很近 這烏來的風景 就是這麼美麗 妳知道 吃東西要看什麼 米其林 那早飯店要看什麼 幫我解答一下 Ré-Lé Château 羅來夏拓 它這個法文 就是要看這邊 這邊就被票選為 台灣精品酒店 它跟一般酒店不太一樣 很少在酒店可以看到這種 好 好有儀式感 的東西對不對 對 很文創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這邊 感受一下這種被漁物繞繞 跟山林環繞的感覺 加上 內容 文創的內容 就是這邊厲害 我剛剛以為妳就帶我來這裡 在海上漂流 一下我 其實妳知道 這邊也可以洗三溫暖 這邊是溫泉 對不對 現在 這邊是冷泉 對 然後再來回來泡溫泉 真的 是不是很棒對不對 有沒有方式可以讓我們 先回到岸上 好 導演 救命一下 可以先牽我們回去好不好 我們要回去了 好不好 來 怎麼沒有人來救我們 難不成功 救命 不行 要 冷靜 冷靜 救命 還不趕快跳 會忘記我們在這邊 妳現在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很像在演少年拍 真的嗎 不是 我是老虎嗎 我變老虎了 我是紙老虎 剛剛不小心觸礁了一下 它今天有點像是 無邊際溫泉池的感覺 這個才是真的無邊際 真的是無邊際 這真的是無邊際 看完查理說話 等待求救的幕後花絮後 兩人下竹法 一進入酒店大廳 就看到精采的迎賓舞了 我就是 這真的是 有最後一生 我會做一下 我的距離 給我 我會做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不是很感動 對 而且我覺得 隨著它敲擊的聲音 也會讓你跟著平靜下來 尤其它可以把這樣 當作的迎賓表演 感覺會有它的用力在你 真的很多的酒店進去 大家都說歡迎光臨 他們是用這種方式 很不一樣 但更不一樣 我們邀請這邊的專家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威城老師 您好 威城老師好 老師好 老師 看您這一身打扮 突然這麼正經 想盡理就是個練舞之人 老師 我們這個飯店 酒店為什麼這麼特別 實際上它就是希望能夠帶給 來到這裡的朋友 一個屬於不一樣的邀請 這個邀請它有一種感受 就是寧靜 也就是兩位剛才所感受到的 當你看到這個生活儀式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的是寧靜 而不是一個很激烈的 很熱烈的 或者是一個很熱烈的歡迎 它是另外一種感受 因為現在在都市裡面的 腳步真的太快了 感覺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就放慢腳步進來 而且它的意境我也覺得很美 對 這個是銅鱸文 對不對 是 這個作品它有一個名字 叫做福爾摩沙之音 它裡面藏有三個意涵 三個 哪三個 第一個就是 它是國寶級的銅鱸藝術家 吳宗林老師 所創造的一個樂器 是 第二個就是 全世界目前只有台灣 有辦法用銅鑼 做到國際標準音 好熱 第三個 你剛才所看到的 這些聲音跟肢體的組合裡面 其實富含 隱藏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猜猜看 來猜猜看 既然來到這邊 又是烏來 那應該是跟原住民文化有關 非常正確 這個地方 這邊猜猜 烏來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泰雅族 最終遷徙的部落 所以泰雅族千百年來 居住在這個地方 而剛才你聽到的聲音裡面 就藏了一個 泰雅族的鼓調在裡面 是哪一個 哪一個時刻 我完全注意不了 可能是前面半的 因為我後面 我聽到的聲音階 是 這就是國際標準 是 飯店大廳擺放著各種 大師的藝術作品 讓來的客人 不只是客人 更是與藝術家 心靈交流的觀眾 那我們就來親自體驗一下 吳宗玲老師的福爾摩紗之音吧 曼迪老師 請教導我怎麼樣使用這個銅鑼 很簡單 就是 小新火燭 那一間銅鑼 走水啦 釘 不是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好 我來教妳 妳要怎麼正確地跳這個動作 首先要先讓自己安靜下來 所以我想要請妳 做三個深呼吸 好 慢慢轉身 面對丁一螺 然後妳拿著妳的螺棒 然後朝著螺的螺旗 也就是中間的這個點 輕輕地敲 是肚臍來著 螺旗 像螺的肚臍 對 就是它 可以繼續 吳宗玲老師真的太厲害了 國際標準的音樂 來 音樂才能 我也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 沒問題 妳試 妳試 生物的音樂 妳要拿一個 我拿一個 今天要靠妳 好 OK 請吧 請敲 敲肚臍 OK 對 樓要起 敲他的肚臍 等一下 來 可以 OK 沒有 好 不要 我自己改版的 往邊取 來 繼續 把它完成 是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分享一下 你說 剛剛原本我是帶著玩鬧的心情 去做這件事情 結束的時候 竟然不是玩鬧的心情 真的不是 心裡有一種被打開的感覺 聽到那個螺聲一陣響 感覺在你的心裡面 也產生歸檔 妳知道我心裡是很封閉的 對 有一種 被打開的感覺 被打開 被清理乾淨的感覺 乾淨了 但是重點來了 來到這邊 是不是可以欣賞到 很多的藝術表演 是 因為從早到晚都有藝術表演 會有不同的生活儀式 在這一個場域發生 這兩個差在哪裡 藝術表演跟生活儀式 其實我們都不把它看成一種表演 如果是生活儀式的話 我們會說生活儀式 其實就是時間到了 我們就來做一件單純的事情 對 生活感 它那要變成很有習慣 對 而且我幫妳訂了一個東西 3點21分 準備 是不是準備會有一個生活儀式 是 我們有一個生活儀式 在我們首樣湖畔的餐廳 一樓的湖畔 那是幾點 3點半 那是 剩下9分鐘 那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好 沒問題 拜拜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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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會放綠豆 一些有聲音的東西 就是我第一次認識 基語棒的這種樂器 剛才他們邀請我上去 一起體驗的時候 我覺得它一開始 這樣反過來的時候 帶給我一種很奇妙 非常奇妙的感覺 因為它的聲音就很像是流水聲 對 而且配電影 也可以用這個 如果你有一個這個在家裡的話 好想洗澡 難來配電影是嗎 我覺得他們很特別的是 像是他說這個好像是 跟仙人長有關係 他們就直接用大自然像竹子 就能夠拿來當樂器來使用 這個也是一種 很貼近 古人的智慧 對 很原始 真的 有一種智慧 超環保的 加上跟這裡很有關係 原住民的圖騰 特色 配上這個大自然環境 尤其剛才大家有發現 在操場這個大鼓的開始跟結束 它其實老師都有很欣賦過 大鼓幹 就是在跟它對話 然後加上在它敲結的過程之中 還有配上這些樂器 跟這些螺的這些敲響聲 感覺跟大自然這種連結感 對 感覺這個整個大自然山林 就是一個表演舞台 真實的表演舞台 而且對面吳仲宇老師 還會回應 對 它就是一種對話的感覺 真的 而且我剛剛覺得 一開始那個慶 在敲慶的感覺 跟後來敲泰谷的感覺 真的就是一種心靈SPA 而且剛剛好 我們心靈已經放鬆了 現在該身體放鬆 好不好 帶妳去泡湯 走 泡麵 已經開始了 開始泡了 幫妳再配樂了 好緊張 先沖一下 幫我上一點熱情 熱情 妳今天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網美 妳看這個房間 山水客房 所有網美都要來這個 有邊間的客房 就是這一間 而且它可以看戶外的 這個面積很大 妳看南世西整個這樣看過 你看 山地環繞 它這個都是無色無味的 探生清 那 那全 美人湯 這邊就是交往妳泡碗湯 別人不知道妳偷偷跑來泡湯 因為它不會有太重的乳房味 對不對 沒有 我剛剛去運動 所以我去偷偷跑來泡湯 我覺得這個房間很棒 而且有空氣這種 瀰漫的一種精油味 一度助身 妳給三選一 妳要選這一個 所以就把妳的房間點這個 精油 妳希望我剛回來的時候 這整個房間超療癒的 對 因為我們現在聞到的 它有點像是森林感的味道 那種柑橘精油的感覺 好像是那種5D 6D電影 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很棒 我那個視覺 然後我們現在是這種觸覺 感受 然後那種嗅覺 真的 味覺 還有一口湯 忘了 而且妳是真的忘掉時間 憲體 妳不會 妳有完全忘掉 這已經不重要了 妳沒有特別要管時間 It doesn't matter 對 但是如果妳可以 這只會不會 整個架子 在風箔中 妳的 人事 我們有幾個房子 它很難 你會不會 對 在跟服裝的 是 是 不要 有 密紙 視野 船 來 自由行的第二天 時間到新店又來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是什麼 今天的時間 我跟你講 新店好山好水對不對 我們剛泡過湯 好水已經享受過 現在好山 你看這個山 這個山林 玉玉沖沖的山林 這整片草地 真的讓人家非常療癒 對 而且你看一大早 很早出門 真的很早 真的好早 好像沒有人來 還有那個雲霧繞繞有沒有 對 超棒 而且來這邊野山 超棒的這個山林 你看 這個農場 你準備了什麼 對 我準備 我跟你講 今天準備 太早出門了 真的 就會發生這個事情 環保小煎兵嗎 這一集 不是 你可不可以 裡面有東西了 有東西的 頭昏 拿錯了 拿錯 忘了太早 我要帶一些很好喝的東西 真的太早了 哈囉 你約我野餐 然後你帶了一個空盒 然後再加一個空的寶特瓶 水壺 各位觀眾 如果這個時候 你不想要落腿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出外靠朋友 來看我們跟找茶 怎麼找 這一片草地上 好不好 會有誰 你看 有人在喝茶 有人在喝嗎 還真的有 去找茶 去借茶 走 好 好像是蕭老師對不對 可以 蕭老師 我幫你 蕭老師 蕭老師好 真好 老師你一大早就在這邊泡茶 是的 那我們可以先跟你找茶 不 喝茶 借茶 來 不要找茶 來 謝謝 我知道我們這個農場很厲害 它也是種茶的地方對不對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這邊種的茶嗎 對 這邊自己自製的包種茶 這個茶好喝 好香 這茶湯 它是全國有機茶的金子獎 這邊還有有機茶 這邊的時代背景是怎麼樣 我們在日據時代設立了一個叫做 茶葉傳奇所這樣的一個機構 它的目的就是推廣茶葉的 種植製造技術 然後繁殖茶苗這樣的功能 那光幕之後 有了農會程序 改名叫做茶葉製造所 茶葉製造所 目前是我們改良廠以外的單位 民間品種 搜尾最多的一個地方 摘持了60個品種左右 60 好多 60個 太神了 這農場竟有60種茶的品種 那我們就跟著老師一起去 跟這些茶心人打招呼吧 舒嬅似乎對這品種的茶心人 很有興趣 鐵觀音就長這樣 但是為什麼是青心鐵觀音 老師 對 這是鐵觀音的一個變異品種 正從的鐵觀音 它的牙心是帶紫紅色 對 它是帶青綠色 所以它 不太一樣 撥個手 你好 很漂亮 你剛剛這樣做這個動作 就讓我想到一件事 什麼事 你是不是很想採茶 老師剛剛有說 可以來這邊採茶 我可以 我們有體驗的裝備 我們帶兩位去著裝 來體驗採茶 當然一定要學學傳說中經典必學的 一星二夜 5公分的長度才開始算 要有兩片 小一它的部分叫做心 第一夜 第二夜 我們不要太長 大概夜下0.5公分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你的 食指橫底下 母子按的姿梗 圍一下姿勢 對 90度折上來 90度折 對 不能用指甲 指甲掐住這個地方 它裡面的水就跑不出來 就會苦了 所以就關係到 我們採茶 為什麼要這樣採 開始要來體驗當茶農 小小茶農 要叫小小茶農 對 先去 因為不好意思 老師 那我一定要剪刀嗎 不用對不對 用手 用我們的兩手 Lucky Devin 你的圍繞 我現在就看到這個 那你挑一個 從這個夜下0.5 不要太長 0.5 然後90度對不對 對 往上折 有 折起來 它是一個流暢的動作 對 然後這時候 就趕快 我放到背後的籃子裡頭 放了 是 放了 來 你要不要試一個 換我試一個 她找一個 這個可以吧 可以 你看這兩頁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新樂 是 那我就是一個 折下來往上折 皮 兩位主持人很認真地採茶 但茶裡壞壞 竟然還想偷俗話的茶 好好摸 你知道 真的 我在3C的世界裡面 很久沒有碰到這種 真實的植物 對 這就是大自然的感覺 尤其又是茶葉 因為我們常聽到喝茶 一心二葉 但其實你真正到茶園裡面 你才要學會怎麼樣去調 真的 而且你剛才在採茶的時候 你會發現 雖然看到那些蜘蛛獅 蜘蛛 開始慢慢不會討厭牠們 因為有牠們在 反而這個茶園是健康的 才是有機的 而且你看我採好多 很苦 小心 我現在是 不能折到 要折到牠就變苦 小心 妳還有嗎 有 還有嗎 要細心地對待牠們 我剛剛有看錯嗎 這 我剛剛那一群茶葉的 去哪裡 奇怪 好奇怪 牠們跑到那裡去 我知道牠們要去哪裡了 去哪裡 牠們要去變成發糕 妳知道這邊 還可以DIY做發糕 發糕 對 是我們認識的那種 發糕 妳只吃過黑糖口味 紅豆口味對不對 我印象中 可能就是黑糖發糕 這邊厲害的就是 可以解個茶 對 這邊好玩的很多 對 我跟妳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體驗 發糕 用這個茶做發糕 妳是不是覺得很棒 可以 妳為什麼要給我 自動 我就自動交出來 沒有 可憐 留一點 肚子也餓了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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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做DIY 對 這個DIY是剛才說的發糕 是的 不是一般的發糕 我們把我們的包董茶 加工成抹茶粉 把它加到我們的發糕裡面 來這DIY茶香發糕 步驟不是重點 重點是被大自然觸碰的心情 才是王道 攪拌完 送蒸籠去 發糕蒸好了 太棒了 但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打開眼界 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以為 像市場裡面賣的發糕 它的上面有這些花紋 都是切出來的 但是沒想到它竟然是 自己發出來的 不是 不是 這麼用力把它伸出來 對 真的每一顆都是我的努力 我的手現在很痠 但說真的 我們這樣發的應該是 滿好看的吧 老師 老師 對嗎 對 就是剛剛你們 努力出來的成果 攪拌的程度夠 我把自己模擬成是 人間機器 對不對 這真的是很好看 對 但我現在聞到的是 除了這個蒸籠 它經過加熱之後 它的木材香之外 還有這個發糕的香 來 送妳 謝謝 送妳一朵花 一朵花 我還熱熱的 沒有吃過抹茶口味的 我也沒吃過 那我們就開動了 剛好洗手 用手來 很軟 真的很軟 不錯 它有點彈性 加了這個抹茶 就很像到日本 很好 很喜歡這種創新 而且我們在邊吃這個的時候 老師還幫我們泡茶 說到這個喝茶 我有學過有一招 來 很厲害 來 品差要這樣嗎 好 品差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這是你在咖啡上面學到的 是不是 沒有 那是品茶師 品茶師真的是這樣子 她沒學我們品茶師的 路過這麼多關於茶的茶禮 也變得很懂品茶 喝茶配茶發糕 在一邊賞花 不知不覺 嘴角都上癢了呢 這邊是螢火蟲步道 有 我剛剛看到這個告示牌 螢火蟲會陪妳一起做健康步道 很痛 吊橋 我看一下 文山橋 文山橋 感覺一定要走一下 來 走一下 實際好 它旁邊 兩旁邊都是被植物圍繞的 真的 我這樣拍妳 好有感覺 走這個吊橋 來一個拉拉鍊 這裡 這樣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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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它很晃 它很晃 它超晃的 超晃的 好可怕 沒事了 這感覺有點像是 生態營地 大自然交織而成的綠色遊樂場 讓你回歸自然 充實赤子之心 滿滿的芬豆筋 也能使你心曠神怡 這兩天一夜的行程 是否讓你心之所向呢 第一天 我們去屋來坐可愛台車 雖然下雨 也可以在網美咖啡廳 欣賞屋來瀑噔噔本人 完全不怕下雨的煩惱 接著去逛逛老街 吃生麻糬 香腸和豬血糕後 入住羅來夏朵 平底的文創酒店 體驗生活儀式 泡泡湯 然後一夜好眠 第二天一早 再出發去新店的觀光農場 採茶喝茶做發糕 沉浸在美麗的新店山林美景 然後平安回家 繼續迎接明天的工作挑戰